大家好 我是跳跃宅男 我这次来山西运城的亥州 是要来拜关圣帝君的 因为我本身拜关公 家里也有迎关圣帝君的神像 在家里供奉祭拜 今年有举办第34届关公文化旅游节 那受到主办方的邀请 我听了当然要来啊 说这个活动之前 先跟大家解说一下 亥州关帝祖庙 关帝祖庙位于运城20公里处的亥州镇 关羽是出身在这里的 末后当地人为了纪念关羽 将关羽的故居建造成四台来供奉关羽 那他的综艺精神流转到今天已经1800年了哦 而且帝君庙历朝历代均有扩建修缮 总占地面积到达了20万万平方米 换算坪数66000多坪 是中国最老也是最大的关帝庙 身为信徒啊 能来心中还是很激动的 走入关帝祖庙 主卷族为端门 智门 武门 御书楼 崇宁殿 春秋楼 而神殿分为三个 崇宁殿是主要祭拜的地方 那此关公的神像为帝王像 殿内不得拍照我就不拍了 那信徒啊都在这边祈求平安 而我也是在这里上的香完成了我一个心愿 宫殿上方的神勇 是乾隆玉笔青苏的匾额 宫殿内还有康熙青苏 义笔乾坤 咸丰万世人籍 慈禧太后威灵政叠 这些匾额都是珍宝 这里最高大的木牌坊 气数千秋坊非常壮观 昆秋楼里还有观宇夜读春秋的神像 但是还是禁止拍照 要大家亲自来看了 再来关公又被称为武财神 这里关圣丁君神像是金色的 青龙年月刀往下四十五度角 这样的形象我很少看到 我也是上香求关公保佑求发财 全世界共有三万余座关帝庙 分布在三十六个国家 泰州关帝祖庙是全世界规模最大 建置最高 保存最好的 也被誉为关庙之主 武庙之冠 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看看哦 好